台风 又称热带气旋 是发生在热带海洋上强烈的气旋性涡旋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受台风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 其中 优移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次数最多 在台风波及的地区 强风 暴雨 风暴潮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也威胁着浪案资料的安全 工程资料这一块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档案 对我们施工单位来说 我们一个项目往往周期是两三年 那么怎么体现出我们工程中的一个管理成果 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以及提现的一些工程量 对于我们来说 它就是我们工程管理的一个生命线 2014年9月16日 第15号台风海鸥狂吸广东战江 在广东战江 台风海鸥带来了超过两米的风暴潮 战江市受灾严重 2014年是我第一次经营台风 虽然国家档案局 股份公司和八局总部 每年都会下发 关于加强讯息档案安全的通知 大家也做好了日常防范工作 但是遇到强台风 常规的防护 基本没有用 比如防污倒塌 是没有预料的 因为当时台风之后 整个板房都已经倒了 我们很多资料已经被压在房子里面 尤其是我们当时商务部 在二楼 资料的时候 我们已经转移到一楼了 商务部有很多资料 全部压在板房里面 根本就拿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马上组织人员 把我们一些颠寒工 切割工 全部拿到现场 把那些干粮一根一根切断 又掉来大卡车 把我们的那些板房 那些屋顶 被救的全部拿走 然后我们才是组织 所有的商务管理人员 到现场一份资料一份资料找 一个盒子一个盒子找 所有资料在找出来 整理出来 我们损失最大的 其实是报给监理业主的 那一部分资料 统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面补了大概有 有两百多份 应该说是损失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我们项目的人员比较齐心 项目上的领导组织 我们大家一起去抢救资料 此刻的中简霸局 没有恐慌 没有混乱 也没有怨言 我们能看到的 是在废墟上 抢救档案资料的同事 是在抢修供水供电设施的工人 是在灾后互助互助的兄弟姐妹 这次台风让我们从中 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防御台风 保护档案的应急预案 应运而生 以便能更从容地应对 今天下午2点10分 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 在广东湛江登陆 登陆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 沿海部分地区阵风超过了17级 是1949年以来10月份 登陆我国陆地的最强台风 那时候台风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可能再有几个小时 就已经直接吸气到我们的 那个项目所在地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一时间赛跑 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刚刚接到我们这个 三盘办紧急通知 然后台风已经开始升级了 并且冲着战江市过来 那么我们开一个紧急会议 做下最后的部署 商务人员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 对现场的材料和设备 进行了一个盘点 并次留有了专业的影像资料 商务资料的话 以分类打包进行完成 并送到了纸巾地点 这就有专人看管 做好了保密工作 商务人员可以随时 进行调动和调配 现场工作也按照进行 工研已全部设定 然后应急小组 研源已全部到位 应急设备工具 已全部到位 现在情况 紧急程度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按照 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我们的档案资料 是我们整个项目的生命线 一定要做好保全工作 不得在台风中 有任何损毁丢失的情况 档案这东西丢了就丢了 那就是没有了 甚至没法来补充的 所以都是我们在安排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让我们全体管理人员 把这个意识树立起来 千万不要大意 对于有些是在搬不走的 太大件的 那我们就做好保护措施 一定要让我们的档案 尽可能地减少 这一次台风 也是我第二次经历的这个台风 其实这一次台风的话 我们做的一些前期的准备 还是比较好的 通过第一次台风 然后得到一些经验 就是把前期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 因为我们资料室的资料特别多 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资料 包括还有一些各个分包的资料 为了不让这些资料打乱顺序 我们都会一一做标记的 其实台风来临之前 我们主要还是 最大的任务 还是一个资料的这个整理 特别只是把资料的整理装箱 项目上其他部门 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工程部 安全部 艺术部 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搬运资料 每个收纳箱我们都做好了标记 这个收纳箱是基础资料 那个收纳箱是主体资料 另外一个收纳箱是分包的资料 我们都会一一做标记的 收纳箱那一层盖 我们是要用塑料薄膜 先把它盖住 然后再用那个收纳箱的盖子 然后再盖到那个塑料薄膜上面 用塑料薄膜 把施工图封好 用塑料胶带再把它粘住 急而不慌 忙而不乱 油条不稳 我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因为有了海鸥的经验教训 我们对防御台风的档案 要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我们整个项目 项目经理的带领下 做非常有序的开展 最重要的这个资料 归档资料这些 就工程资料 我们前期的话 在台风之前我们都做好准备 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转移到 酒店安全的地方去存放着 强台风彩虹 今天下午14点10分左右 在广东省湛江市 坡头区沿海地区登陆 登陆中心的最大风力 达到每秒50米 也就是达到了15级大风的级别 那么目前广东省气象部门的 台风红色预警仍然在成效 广东省防总的一级 防台风预警相应也在成效 当时也是在已经有下雨 也有在跨一些 然后就是相当于 就是在一个雨中的 一个搬运这个档案资料 然后大家就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资料都不可能 也不可能被打死 那我是作为科技系统的 一个负责人 然后对我们的资料 这一块我想的 无论如何 一定把我们资料保住 至少把我们重要资料 一定要转移到 绝对安全的地方 当时我们 其实心里也是比较沉重 因为这个档案很重要 当时又是暴雨 又是刮风 资料有些会淋死 会损坏 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经历了 湛江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 而且在这次台风当中 我们把资料损失降到了最低 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欣慰 在这次与地表最强台风的战斗中 中检八局把档案资料的损失 降到了最低 如果说让我来信任我的战友 那么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坚守 守护着我们整个项目 守护着每一份代表我们项目管理成果的答案资料 守护着我们每一个八局人的铁军信念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 最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 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 克服它 台风无情 我们无惧 中检八局在一次次与台风交手的宝贵实战经验 一定能指引我们在未来的路上 踏实前行 风雨无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